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植数判断的这一题 植数判断的部分,大概我把程式秀一下 基本上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写一个程式 就是很简单,这个我想应该是很基本的 以前的数学的一个简单题目 就是说请输入一个整数 当然我如果今天输入一个整数 我假如说是17好了 然后按Enter,它告诉我这是植数 那再输入一个,比如51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一个,请输入一个整数 51,Enter 它告诉我不是植数 那是不是植数的话,其实它的定义很简单 就是说除了1,所以要避开1 和自己本身以外,如果说不能被 就是1到他自己本身中间的其他整数 给整除的话 那表示他就是植数 反之就不是植数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写一个 判断是否为植数的程式的话 那当然第一个 我们就一个input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我这边写的这个 当然这个版本其实还可以再修改 理论上的话,这是前面写过的 那这里的话,当然第一个 就是要让使用者输入嘛 所以输入的话就是 假设我产生一个变数 叫prong 等于什么呢? input 请输入一个整数嘛 OK 那会秀出来说呢 这个地方让使用者说 请输入一个整数 那输入完之后的话 因为当然我前面讲 input一定是51的话 它会得到的是一个51的一个文字 所以如果要把它变成这个整数的话 记得要用int 也就是前后就是在包一个int刮糊 这样的话呢 它就把51的文字 转换成51的整数啦 OK 然后存到哪里? 存到这个prong的变数里面 OK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判断 除了1 所以要从2开始 到自己本身的在前一个 所以 那我们大概就可以写一个range 从2到他自己的前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就可以for i in range 前面写 从2开始 到这个prong这个变数为尺 那就是到他前面那个数字 那就做什么呢? 做这个判断 就是做一个判断 什么判断? 如果说呢 我们产生那个i的值 如果能够被 什么呢? 我们这个值如果能够除以i的值 如果假设能够被整除 那如果能够被整除 前面有写过 如果 就是余数 假如为0的状况下的话 那表示什么呢? 表示他就是被整除了 被整除的话 那就不是 就不是值数了 OK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希望说呢 有什么方式可以 就是把 是否为值数 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我这边想了一个方法 就是说 如果呢 他不能够被其他的整数整除的话 那这边我有个变数 叫reRow 这个 reRow呢 这个变数值预设为0 0的话 就是不会被 就是0的话 就不会 不会被整除 那如果被整除的话 那就把它改成1 这个0的话就false 1的话就true 被整除了 那所以呢 如果说 假... 底下有个逻辑判断 如果reRow等于1的话 等于1的话 就是被整除了 那他就不是值数 反之呢 那他就是值数 OK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写一个判断 是否为值数的一个小程式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当然这个地方的程式 没有说一定是只能这样写啦 因为你会发现 这里哦 其实后来同学说 老师那这个变数有点 好像多余耶 如果说我今天不要这个 有没有 假设我不要的话 那是不是我可以怎么样 我干脆在这边 就是直接把... 因为他已经被整除了 所以他就不是值数嘛 所以我可以怎么 把这个不是值数 刚才搬在这里 那就不用判断啦 那就怎么样 直接... 放这样子 来叙述的话 那当然另外还有什么 这个if 配上这个else 所以把它按个tape 要让他同一切嘛 可是这样... 这样叙述的话 你想说 那这样应该OK吧 不是值数哦 那执行一下 可是呢 如果今天我输52好了 你会发现哦 执行一下 52是不是值数 但不是啦 不是的话呢 可是呢你会发现 他这边会什么 不是值数 是值数 不是值数 为什么会这样呢 基本上你会发现哦 他这边呢 假如说呢 数字不对 比如说他不是值数嘛 可是他底下还会继续跑 所以理论上 假设是不管说 是否为值数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就 程式就不要再跑 所以理论上 我们可以怎么 也许是不是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break break的话呢 就是停止了 跟这 这边多一个break break的话就是 如果不是值数 那就跳理 我们来试一下 不是值数 比如说刚刚输入52 不是值数 那如果说了今天好了 是值数的话 17 是值数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一样的道理 是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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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一堆 那其实当然怎么样 还是一样的道理 这边怎么样 也可以 如果是值数的话 那就是 不是 反正不管哪一个 那就是 加一个break 这样子不就可以 少一个逻辑判断了吗 诶 是值数 这个 可是当然呢 这种写法 有同学说 老师这样很麻烦 你看这边一个break 这边又一个break 感觉好像怪怪的 程式很少看到有两个 但如果你不喜欢 不想这样写的话 其实另外一个写法 如果不写这个break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else 理论上if 会对到这个else 但是python里面 我觉得它蛮妙的 它另外有多一个规则 就是for呢 也可以对到else 也就是跑完之后 它会再 如果没有跑这个的话 它就会跑这个 所以你可以怎么 把else 在shift加tab 让它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 这个 就是 跟for是同一些的 如果是这样 我们来试一下 请输入一个 整数 17好了 Enter看看 诶 是值数 它就变成说 它跑完这些 都没有 它就跑这个 它就跑这个 但如果说呢 它跑 跑这个当然就是 跑不是直数 就52 那它跑 因为不是直数 底下有个break 那就怎么样 那就离开了 所以 Enter 不是直数 那就什么 跳到break 然后也离开这个 整个城市 也什么事都没发生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我刚刚有主要两个版本 好 那这两个版本 当然 你们其实也可以参考云端上面的答案 这个是第一个我写的 后来其实大家写完之后 你会发现 好像是不是可以让城市变得更精简 但如果你功力不够没关系 反正你就是 先把那个城市先要求 先写出来 然后再思考 如果这个变数不要的话 会不会有影响 后来发现 其实不会好像也不影响 可是这个地方呢 就很必要多增加什么 一个叙述 就是break 当然break前面有讲过 break非常重要 OK 那continue用的比较少一些 因为continue的同学问说 continue 意思是不是就是跳过 等于是跳过那个逻辑叙述 这个我想可以再找机会去try一下 其实有的时候到底哪些叙述它怎么用 有时候其实还是实际上run一下城市 会感觉会比较踏实一些些 OK 那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部分是在第15页的地方 好 那我把画 画